你今年的第二波浪会是头一次推出这很古創业的航空茶旅 美国民众用座军人机的方式 扎到台湾第一道定去录行 官邸里面前也特别扮演做基点来替华东党参团 和大伙司作为创民众进入日本 八岁丁国家的第一文化 当时提前录行与点地处理 这是不是有創业的内容 是非常受到大家欲乐 提前录行与点地处理 在说不当中 本身为华林基基典的南岛管理人前 跟公众华部警官做会进程 要带到英国进行精彩地味录行 体验不一样国家的文化 带你到日本 英国 巴西 尼泊尔来品尝 这四个不同国家的这种茶叶 让大家来品尝 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活动 利用大伙伴地来典行 百岁日本之类国家的第一文化 有些感情在座会严肌 当时来提前录行与点地处理 第一次在南岛世界地处普兰会 基本的航空茶侣 跟严肯地味风险真不一样 仍做到世界流行的精进 带着大家来喝好茶 因为就很新奇吧 对啊 毕竟这不是一般就可以 随便都看得到的 就觉得OK 会 一定会是 每一年都有新的创意 这个创意真的是新的体验 不用全港十几个国外 过得来喝到不一样国家的地儿 要空中小吃来为大家放地儿 从它有处处处理的设计 这就这么多人欲罗 感觉会长得好 尤其今天有四个国家的 不一样的航空的美丽的小姐来助转 真的是对我们的蓝头线 真的是加分啊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特色啊 那台湾茶其实是 当然是最好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的 所有特色茶来推广到全世界 利用我们航空茶旅 带领游客来旅游 我们的一种的 我们的一种 一路行的观念 跟不一样国家的地儿 同时尽快把台湾地 提供给全世界 南大冠军会的用心 成功拍摄南大世界 第二普通会地名堂 记者 您们先 彩虹报道